针对奥米克戎进行权威解答 那接下来到了今天我们的谣言粉碎机环节了 也请我们的姚指认为最近热传的一些疫情相关的话题来辨别真伪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 网传疫情发生地区域上空会检测出新冠病毒 这种是真的吗 这种说法应该是谣言不是真的 我们正常情况下作为空气监测来讲 大家可能都知道气象的这种监测 一定要在有一定的时间性要做一些沉降的 那么我们做的最多的应该是空调的过滤膜 但是不会说大气中接点就会去检测 而且这种也基本上不会查出这样的阳性的 那刚刚我们的姚老师也给大家辟谣了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条 接收到短信说 快递可能存在新冠病毒污染风险 快递阳性会传染给人吗 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说法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说 特别是我们买快递的人来说 这个也是一种谣言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说快递小哥有感染 那么前提就是说 它多次反复地接触了阳性的快递件 那么我们就拿了一份的快递件说 我们如果还有一个保护意识的话 也不太会感染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没有一个人说我接收快递 我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海鲜的问题也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第三条 奥米克戎传播力这么强 我们以前熟知的防疫的三件套 防护的五孩药 不管用了 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这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为止对于呼吸道传染病 那么这个防疫的这个三件套 也就是说还有这个防护五孩药 还是非常有效的 不光是对这个奥米克戎这个疾病 对所有的呼吸道传染病 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 谣言变真假防控莫放松 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给大家科普了 奥米克戎最新的疫苗接种要求 以及许多容易模糊的防控要求 如果电视机前的圈友 您对奥米克戎或者是最新的疫情动态 有任何健康疑问 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项目进行咨询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给我们进行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为您解答 特别感谢我们的杨老师 能够做客我们的健康朋友圈 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科普 疫情防控责任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科学合理的做好防护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我们一起加油 大家呢 应然要保持警惕之心 时刻做到科学防护 加上我们现有疫苗的这个加持 从我们既往对传染病控制的经验来讲 真的离我们战胜新冠疫情 又前进了一步 就是我们 这是绝退ahr词我们下一个大金融梯的周围 orange